当然会 我记得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我觉得自己眼距太近 经常整晚整晚愁的睡不着觉 我大概从17岁的时候开始打不尿酸 因为我是艺术生 然后那时候去艺考就发现 周围人都好好看 而且长得好看的人 普遍出事都比较容易过 所以当时我就受刺激了 我说那我也要变好看 我也想走捷径 最狠的一次 大概就是用那种滚烫的针 在脸上扎了好几百针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皮肤 能够细腻一点 然后毛孔变小一点 什么时候的毛焦率最严重 就是你拍完照之后发现自己那个照片 怎么修都很丑 然后就会先焦虑一小波 第二个焦虑比较严重的点就是 感情不顺的时候 每次感情不顺 就在脸上想大动干戈 就开始脑补 就是说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让它后悔 双眼皮割过两次 然后超声刀做过一次 热马齐做过一次 吸地聚拉体做过一次 头痛下四地做过一次 玻尿酸的话 熊猫针三次 法令纹两次 眼底三次 像这种什么肉毒 水光针不计其数 不能说满意 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只要开了个口 就像医店员的静果一样 你就永远都不会满足 永远都在容貌焦虑 比如说我这个眼睛第一次做的时候 我就是病急乱投医 那时候想着我要赶紧变好看 然后赶紧去考试 就给割坏了 眼睛割得一边大一边小 第二次就是因为眼睛一边大一边小 太焦虑了 又赶紧要去做第二次修复 修复的时候就被忽悠 开了内眼角 结果就眼距开得很近 现在内眼角又是我容貌焦虑的核心 只要是你看到我的人 我就一定会带一副眼镜框在脸上 我觉得如果没有带眼镜框的话 就像我没有穿衣服一样 赤裸 给你的人生大家改变了吗 我觉得带了很大的改变 我觉得我可能后半身在围绕着 怎么样把我的眼睛修复好 还有怎么样变好看这件事情展开了 终是庄周梦的叠逆 是恩赐也是姐 不能够 falsch 这是 在